现在鱼塘又没什么给鱼吃的了 只剩下饲料了 那一点点饲料我估计也不怎么够鱼吃 现在发现那个草长得非常好了 鱼塘上面跟下面的 我们今天去割一点给鱼吃吧 穿上水鞋 然后今天新买了一把镰刀 应该蛮锋利的 割草镰刀一定要好 镰刀不好的话割草割得很累的 看这下面的草相当的不错 特别的茂盛 这个草是我爷爷当时种来喂鱼的 不是那种野生的 这个好像叫象草 鱼也是很喜欢吃的 既然我下来了等下我就把它砍了 拿去喂鱼吧 这种草啊 比这种草好一点 这个比较甜一点嘛 比较嫩啊 哇 这边的草真的漂亮啊 割草我都不想停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漂亮啊 因为这是一个荒田 这些草在这里长了十几年了 就是底下的根有点乱啊 只能从 从那个草的中间部分割 所以割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买了一把新的刀割起来还是很快的啊 看一下我现在已经割了有半个小时左右吧 割了有十几堆了 在这里 一直到那外面 等一下可以装起来了哈 割过移草的人都知道这种草是非常完美的啦 可以看得到是吧 非常嫩 它整整根它都能吃完的啊 而且这边割鱼草 一个好处就是 你看这里有阴凉的地方啊 不会晒太阳 哎呀 这个位置真的是完美啊 哇 这鱼草割的真过瘾啊 非常的嫩啊 现在应该够了吧 我去把它装一下带啊 弄这个鱼草啊 一定要穿到长的袖子来啊 不然的话 割的你的手 你都会怀疑人生啊 特别痒啊 我之前就不知道 有几次都是穿着短袖来 割鱼草的 阿姨啊 回到家里特别痒啊 真的 受不了 所以再乐还是要穿一个长袖 这草背起来没有那个冬瓜苗种啊 估计是它比较膨胀一点 这些草还是防水的 把它打湿一点 整个晒得很干 你看这个草 它不怎么动的啊 我等一下放点飼料下去 放点飼料下去 放点飼料下去就来了 它是先吃这些飼料 然后再吃它 这个鱼啊比弄回来好像大了一半多 现在养了有一个半月的 准备回家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看到我的鱼长得还不错 蛮高兴的 希望今天能卖个好价钱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